各位好 古琴读书会 我是安保岩 太古遗音分成五卷 分别叫做仁义礼之信 我们把它合成了一册 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礼 也就是第三卷的33幅首饰图 画的是很精美的 你看咱们最常用的勾 右边是勾的首行 左边这个图画画的是动作要领 一只狮群的野鸭子 找同伴 叫做姑姑顾群诗 你看他的中指勾下来 这个样子就好像野鸭回头的样子 还有轮指 书里称为卸行诗 说这个轮指向螃蟹走路 螃蟹复性侧行 就是说天生就侧着走的 请注意书里这个侧子写错了 它写成了则 我们已经标志在旁边了 那么轮指这个手指挨个弹起来 就是像螃蟹走路 八条腿翻动的样子 那这一类的图呢 讲的是手上的动作该怎么做 但是我发现不是每个图都在说动作要领 有一些说的是这个手法能够营造出什么样的感受 比如说银这个手法 书里叫做寒蝉银秋 这个蝉怎么叫呢 这样叫它是个颤音 银也是这样 果然跟蝉的叫声有点像 后面还有一个叫走银 就是说走手音加上颤音 书里叫做飞鸟闲蝉 说蝉入鸟口吸鸟飞蝉叶 刚才那只蝉正在书上叫呢 结果飞过来一只鸟抓住了它 鸟叼着它飞走 蝉的叫声慢慢的消失 自吸争东西齐声见面 果然是慢慢消失了 远去淡去是很形象的 那么请看银还有走银这些 是说手行像蝉或者像鸟嘛 都不是 它说的是情境 也就是说用这个手法造出来颤动感 或者是颤动中层层远去的感觉 书里对像锁铃双弹眼等等这些手法的解析 也都是表达情境的 因为我自己也写古琴的文章 我经常在琢磨 举什么例子更恰到 让人容易明白 所以我很能够体会太古一音这个作者的心态 他想出这33幅图肯定是煞费苦心 非止一日之功 大家找到一个恰当的例子会非常开心 您看 古人精心选择了一些情境 引导我们去感受 而不是只说动作 我们看书不能忽略了古人的良苦用心 我统计了 一共33幅手势图 其中讲执法要领的有多少呢 19个 讲音乐形象的正好也是19个 那么其中就有5个是重叠的 他既说了手法的要领 又说了音乐形象 比如说脑 脑这个执法呢 书里叫做豪园生木 说脑呢 是像猿猴一边叫一边爬树 猿猴怎么叫呢 大概是 哦哦哦这样叫的 它是有快慢的变化 绝对不会上下匀速 比如说哦哦哦哦 那这个是救护车 它是声音的 而且这只猿猴 它一边叫一边爬树 怎么爬呢 它不是这种 呆板的动作 猿猴爬树是要先叙事 然后一窜再叙事 再窜 所以您看猿猴的叫声 和它爬树的动作 都营造出来一种波动感 波动感 我们坐脑的时候 手有快慢的变化 也营造出波动感 所以猴猴生木 它是挠的动作要领 也是挠 营造出的情境 您看古人写出了 生动丰富的意象 可以帮我们打开感受之门 太古音音里面 有句话说得好 他说弹琴 异欲弦 神欲仙 就是说 我们弹琴的时候 身心要放松 但是并不是心如止水 恰恰相反 精神要鲜活 要敏锐 弹琴是一个感受和思考的过程 好 更多的手势图 请您自己欣赏太古音音 如果您想收藏这部彩色的太古音音 请加微信13143469058 有限时的特惠价 谢谢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Thank you 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